中国和俄罗斯多艘海军军舰 最近在美国阿拉斯加展开联合巡逻 对此美国派四艘海军军舰和一架侦察机回应 华尔街日报引述专家报导 这似乎是接近美国领土最大的联合舰队 有看法认为鉴于俄罗斯持续在乌克兰作战 这支舰队具有高度挑衅意味 对此俄罗斯回应这是中俄舰艇在进行演习 中国则宣称此一巡逻不针对第三方 其实阿拉斯加位于北美洲最西北部 它的战略位置介于中俄与美国之间 在中俄抢海域的同时 恐怕要先明白这人属于美国领土 三里新闻 林志祺报道